今天要来做日式叉烧 大家对于日式拉面 上面的那两片叉烧的认知是怎么样呢 会不会它是水煮一煮 还是滷一滷就切片切切放在上面 其实不是 日式叉烧的做法 虽然它的步骤不多 但是它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选用的肉都是很大关键 那我认为说这个日式叉烧 它非常适合当家里的常备菜 要吃的时候切片 不管是汆烫烤过煎过 都非常好吃又方便 大家好我是阿清 今天跟着阿清的脚步 一起来制作这一道 好吃的日式叉烧 一块好吃的日式叉烧肉 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选肉 那通常在做日式叉烧肉的这个猪肉的部位会有两种 一种是五花肉 那五花肉呢有的有去皮 有的没去皮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今天用的梅花肉 为什么呢这样子说好了 五花肉的油脂会比较丰富 如果说喜欢吃瘦肉多一点的 我会建议用梅花肉 因为梅花肉大家有去吃火锅都会知道 梅花肉它的肉呢肉质耐煮不容易柴 最重要的是它带有筋跟油 所以吃起来很顺口 那想必这样子肉的口感你拿来卤一定好吃 那我今天就选用梅花肉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日式叉烧肉做法 那这个梅花肉第一个动作先把它铺平 用一点盐 你是要海盐玫瑰盐一般的金盐都可以 表面来一些盐 来一点盐可以让肉第一个有入味 再来口感也会比较好 不要多表面一层薄薄 再来一些些胡椒粉不要多 这一些都只是要做一个提味的动作 然后来把我们的手轻轻的去拍 让肉可以把这个盐跟胡椒更快速的吃到里面去 再来现在要来卷肉了 来你买梅花肉或是五花肉也好 它会有一边都是油 然后呢我会建议油的部分朝上 我们这样卷 我要倒后面我的油它是在表面 如果你从油里面卷你的油会在里面 这样子卤出来呢口感会比较容易油腻 就是吃起来比较油腻感 所以来从这一边下来卷 卷的时候手势尽量往里面挤 这样子挤 就像卷寿司一样尽量挤 那边边的这个肉就卷进来 它起来形状差不多会像这样 我们就等于是卷一个肉条 然后再来要来把肉 卷好的肉切一半 因为比较长 来然后开始卷肉 来那我分享我自己的绑法 我会量一个比这个肉再长一点的线 然后呢从这一个卷好的梅花肉 转一圈过来 它是呈现这样状态 然后从下面这里开始绕圈圈 那记得你在绕的时候 你的手一定要握紧 你卷好肉的状态 要不然你好不容易卷好的肉 但是呢没有握紧它就会跑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绑肉的方式 是属于比较简易版 因为正常在绑日式叉烧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绑法 绑出来不管它的间距以及工法 那因为在家里做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随意就好 最重要是把肉绑得紧滷出来 才会扎实又好吃 到后面我会整个再绕回来 但是是打斜的 到后面可以把绳子切断 找一个比较紧的地方 把绵绳塞进去 塞到里面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这里来帮大家想一个方式 如果你觉得绑肉太麻烦 一样 你把刚刚 像这样子的梅花肉 然后呢 撒上海盐 一些盐跟胡椒粉 醃好之后 你先卷起来 像这样子卷起来 一样卷起来 卷起来之后 你放在铝箔纸上面 靠着铝箔纸再卷起来 像这样子卷 然后来 像在做糖果一样 逆向哦 一边卷一个 一边卷一个 反方向 好 它卷起来会像这样子 那这样卷法会有两种的处理法 第一种就是 入烤箱 用160度烤30分钟 那第二种方式 你可以用电锅下去蒸 蒸差不多20分钟 那不管你是蒸完或烤完的 这个梅花肉卷 你打开之后 它就成型了 你就可以下去炉 这是第二种 懒人版的做法 卷好的肉要来煎 那现在这里锅里 加一大匙的油 煎肉是要让表面 肉的香气会更棒 锅里它的温度上来之后 用中火 直接把卷好的肉放下来 煎的时候 均匀的翻面 最重要是要让肉卷的四周 它都均匀的上色 煎不是要把它煎熟 是要煎表面有酥脆的感觉 我刚用中火呢 把这个梅花肉四周都煎过 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四分钟 你看煎完你只要看到 四周围都要上色 上色之后 来就可以起来放到 滷这个叉烧肉的水里面 我这一锅水是1200cc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加一些 酱油、清酒、味淋 所以呢这个比例 我是觉得要把它抓得好 不要说滷出来太淡 或是味道不够 那刚刚煎完这个梅花肉的油 我就会倒下去 待会一起滷 增加它的香气 好 那这里 来开始加一些新香料在里面 老姜 拍扁 这里放下来 再来葱 葱我刚刚就没有煎过了 因为 这个在做日式叉烧 它的味道会比较 不会像我们中式 味道那么重 它比较清香 昆布的部分 直接剪小段放进来 好 这里我会加一个 我自己的 私房做法 有一些日式的做法呢 它们会加特殊 鱼种的小鱼干 那我自己有稍作 简单改良 我用这个金钩虾 下去滷 味道也很搭 这一种最主要 最主要做法就是要提鲜 增加香气 那这个洗干净之后 滤干水分也加下来 这里 酱油 200cc 味淋也是200cc 1比1的概念 日本清酒100cc 这里讲一下 如果你家里没有日本清酒 你可以用米酒来取代 调料全部下去了 煮滚之后 转小火 滷40分钟 那在这滷40分钟的时候呢 你可以一段时间去搅拌一下 最重要就是要辣 把这个梅花肉卷上色均匀 现在呢这个滷汁滚了 转小火 盖上锅盖 滷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到了 来 你看哦 原本的滷汁 你会感觉它少了大概有四分之一 那这样子滷出来呢 它的滷汁的味道是最棒的 因为它有点浓缩 肉的精华都在里面 最重要的是这个肉 它已经滷到非常的软嫩 滷好后呢 就直接夹起来了 这里有一个重点哦 跟大家提醒一下 刚滷好的叉烧 千万不要去拆这个线 因为呢 刚滷好的叉烧哦 它毕竟肉呢 它还是属于大家知道 热胀冷缩的原理 它会是比较蓬松的状态 那让它接触一下冷空气 收缩一下之后 凉了再来拆这个棉线 你的肉呢 才会又扎实又漂亮 好 那这个叉烧 我刚刚放在冷藏 那降温之后呢 再拆线 这样子你在拆线的时候 才不会把这个叉烧的表面破坏到 然后这个叉烧滷好之后 它可以是冰箱常备菜 怎么说呢 你看我准备一个夹链带 我只要把拆好线的叉烧 放到里面去夹起来 你放冷藏 可以四天 上线放到四天 放冷冻可以三个月 要吃的时候 拿出来退冰 切一切 沾个酱油 上个葱花 就很好吃了 好 那我的习惯 要切之前 我会让这个叉烧有点变化 表面自烧一下 让它有自烧过烤过的香气 再来直接这样子切 你要切多厚多薄 就看个人了 切好直接摆过来 吃的时候你可以把刚刚滷好的汁 淋一些上来 再来最后撒上一些葱花 我个人喜欢上面再加一点白芝麻 这道日式叉烧肉 献给您上菜咯 今天的料理影片 你有喜欢吗 还是有什么问题呢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 在底下留言 阿信会一一为大家来解答 别忘了要帮阿信订阅 按赞加分享 这样子我更有动力为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料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